神總是留給我一個很好的機會去學習 我當中很感受到神是很欣高這個短孫代的 在當中神的愛是很強大 多謝主 真是… 感謝主 我真是第一次去做這個仙教 但我學會的時候 我就有朋友去學習信服 我以為我不懂其道 我以為不行 但我來到這個地方 她聽說女士和女兒的關係不好 她說我第一次記 記忍了 然後就祈禱 其實我沒有對著她祈禱 我自己閉著眼睛 她聽到以後 失放了哭 但我真的很感恩 她就說多謝我 我說做甚麼事 她就為我祈禱 我說不是多謝我 多謝天父 是這樣的 感謝主 我這次也是第一次跟任務師去參加短孫的 因為我自己整天都覺得 因為我今年跟任務師想學 怎樣去教一個聖靈 對聖靈那種敏類 但我自己整天都覺得很不足 但在今次的電線上 我覺得信心 學到信心的 牧師說每個月要去佛事營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覺得自己不行 但牧師說了 說不是你做是神做的時候 不關我的事 當我去跟祈禱 等著服侍營的時候 我又開始生日後 跟賓狗坐著很多人 我跟賓狗坐著很多人 我跟賓狗坐著很多人 不過就是那個流傳道 對佛事的神的佛人為他祈禱 當我為他祈禱 好像聖靈自動配對那種 當我為他祈禱的時候 當時我就聽藝牧師的說話 藝牧師說沒有那麼多自己的說話 可以討論他 可以怎樣去討論他 我就聽藝牧師的教導 乖乖順乎聽話的時候 很奇妙 流傳到不斷嘔 不斷嘔 可能有點重擔 他覺得他是失放 嘔中的感覺 對我來說 他非常有信心 原來我幫人祈禱都可以 多謝耶穌 還有你說說你妹妹的經病 那我就再說說我妹妹 她前幾天都跟我說 她不斷有些痛 我說祈禱 太醫生 但是這次見到她 她還是痛得很厲害 痛得不懂得動 不懂得轉身 不懂得什麼 她在這個佛事當中 一直都是為人家這間教會佛事 她又不選出身 差不多完結 她說她心裡說 很想耶穌師為她祈禱 當她這樣想的時候 耶穌師就剛剛走過她的身邊 為她祈禱 當為她祈禱的時候 她就睜慮到 她說很輕飄飄的感覺 好像整個人扶起了 她就躺下了 祈禱完後 她完全不痛了 她完全不痛了 完全得醫治了 所以她很感恩 在這個當中 牧師幫我祈禱 她就知道 為何我會痛成這樣 困繁著她 令她這麼痛 令她知道了 她痛的原因 因為她結婚已經十幾年了 她很想有一個寶寶 想了很多人的方法 一祈禱就好了 到現在都是沒有的 所以這件事令她很大的壓力 但是那一天 這件事令她失防了 無論將來神 吃不吃產物給她 她都會順落在主裡 多謝耶穌 她說她是有個多月痛 肩膀有個多月痛 但這件事是即時好 在短孫很開心 可以經歷到神更多 不是自己做到甚麼 又可以和弟兄姊妹合一 在裏面又可以認識多些 去到又看到神怎樣去呼召 用一個很平凡的人 可以用愛去建立了教會 初初她們不說話 我就祈禱神 你快點 肯定來有經歷 我覺得神很好 在不同的地點 可能是四川或是很遠 不知道是否湖南 我忘記了 但來了 然後她真的讓家庭 又重新轉化 可能有一些隔膜 又靠過神聖靈 又靠過葉牧師 我們一起願意的時間 讓更多人釋放 在裏面見到很平安 很開心 整個過程裏面我看到一件事 就是她們很單純的心 和很渴望 又很想葉牧師來幫她 她們幾個人說到她們那些需要 那些關係破裂 我看到她們很自然流露裏面 幾好自然都很感情流露去哭 我覺得這件事 讓我看到她們那個看慕的心 和單純的心 我很相信她們願意的時候 她願了看慕 一會兒一定不會令我們飽足她 跟她們了解